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华为从事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提供了合理依据 那么具体是什么信息呢 就是司法部对华为的公开起诉书所指控的活动 包括涉嫌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向伊朗提供违禁金融服务蓄意违反IEEPA规定 以及妨碍司法公正 阻碍对涉嫌违反美国制裁行为的调查 很明显美国人没有发现什么新证据 而是把美国司法部正在进行的对华为的指控内容 作为了商务部的行动依据 而这些指控在去年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个加入实体清单意味着什么呢 将美国技术出售或转让给实体清单中的公司或个人 需要BIS颁发的许可证 如果出售或转让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 则可能会拒绝许可证 该清单将在联邦公报中公布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美国总统的支持下 采取的这一行动 将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 制造商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这将阻止外国实体 以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 使用美国技术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说 特朗普总统已只是商务部保护其国家安全活动 自行政当局成立以来 该部门已向实体名单增加了190人或组织 并根据1962年贸易法第232条 对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了五次调查 上面的内容 请注意 出来讲话的美国商务部长是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核心成员 同时新闻解释了这个实体清单的操作流程 那就是实体清单的增加 由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 end user review committee 决定 违反国家安全以及威胁美国的政策利益 可以添加到实体清单中 因此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是美国四个部门共同做出的决定 包括商务部 国防部 国务院和能源部 可见这是美国政府的集体意志 请注意这个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出口管理条例 这个是实体清单的法律依据 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 而标题要非常清楚 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关键基础设施 供应链的安全 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 内容是宣布外国对手对信息通信技术 服务和供应链的威胁是全国性的紧急情况 这个行政命令的内容是 只要美国商务部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那么就禁止涉及到美国信息技术和服务的商业交易 同时提到 这个决定是基于与总检察长 财政部长 国务卿 国防部长 国土安全部长 美国贸易代表 情报局局长 总务处处长 联邦通信主席的磋商 委员会和其他适当机构的负责人 商务部将在150天内发布规则 以制定审查此类交易的程序 在行政命令的一年内 商务部长将卓晴与财政部长 国土安全部 国家 国防部 司法部长 美国贸易代表 国家情报局局长和主席进行磋商 联邦通信委员会 必须向总统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是否充分 并在必要时继续采取行动 不管是行政命令 还是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实体清单 都是事实上 可以随时禁止美国公司 向华为销售产品 我们有理由相信 华为成为了 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 美国商务部BIS 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依据的 是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而该条例的特点 是对外国的交易 也加以限制 也就是区域外适用 根据市场价格 如果美国企业的零部件 和软件在原则上 包含25以上 那么也会成为被管制对象 也就是说 即使是韩国 日本 欧洲等国家的产品 也将被管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